在监狱里,穆罕默德被囚禁了十年 他的内心充满了悔恨和绝望 直到一天,他偶然拾起一本古兰经 这本书开启了他对真主的探寻之旅 每天,穆罕默德都沉浸在祈祷和阅读中 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他学会了宽恕和爱 并在监狱里与其他囚犯分享自己的信仰 最终,他感受到了真主的慈悲和指引 心甘情愿地皈依成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 即使在困境中,他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希望 穆罕默德在出狱后,决心成为一名穆斯林的传教士 他利用自己的经历和信仰 帮助那些走上错误道路的人重新找到生命的方向 穆罕默德成立了一个社区组织 致力于帮助前囚犯重新融入社会 并提供精神支持和培训 他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赞誉 成为社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